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咱们来说一说 就是之前咱们讲了怎么样制作数据员 怎么样去训练网络 那么这节课咱们来说一说 就是说当咱们把这个网络训练完成之后 咱们现在手里已经得到了训练网络完之后 得到了这个卡币猫头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说 要讲咱们怎么样利用这个卡币猫头 完成你想做的事 就是说大家训练网络无外乎 就是说要做一个分类任务 或者说要做一个回归任务等等的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 咱们怎么样利用这个卡币猫头 用代码把它实现出来 然后在咱们说这个代码之前 首先得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管它叫做deplow文件 也是网络配置文件中的一种 其实我们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跟咱们之前讲的 那个网络的训练的文件 就是说咱们网络的那个配置文件 是不是很像是吧 跟咱们之前讲那个protoTFT那个文件 是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在哪 就是说这个deplow文件 是在咱们测试这个网络所用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咱们不是说 要拿这个文件去训练网络了 而是说咱们要拿这个文件 去测试一个卡币猫头 就是说咱们这个网络已经训练完了 咱们要拿这个deplow文件 再加上咱们训练好那个卡币猫头 用这两个东西 共同去完成一个分类 或者回归任务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文件跟咱们之前讲的那个网络配置文件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没有数据层是吧 我们看后面的卷积层就是说你网络配置文件写什么样 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卷积它怎么样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除了数据层 这两个文件它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你网络的配置文件跟deplow这个文件来说 除了数据层来说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数据层又会就是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之前就是说训练网络那个文件 咱们要在数据层上指定咱们那个数据员在什么位置 是吧 但是这里呢 这里这个数据层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数据层是你任意的一个输入 是吧 而不是说现在是个数据员 你要拿一个图像进来输入 然后呢通过你的输入咱们要跑一遍这个网络 是吧 咱们通过训练好的网络 这些权重的参数啊都已经是固定下来了 我们看就是说 嗯 这里边啊 我们看这里边它都没有一些学习的设置了 是吧 这里边它这些权重参数啊都是已经学习好了 咱们不再去更改这些权重参数 咱们要把这个网络的这些参数啊 训练好的参数都固定下来 然后呢 咱们拿一张新的图像过来去跑这个网络 看一看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下面啊 咱们啊 就来实际的看一下咱们这个代码啊 嗯 就是说这里啊 还是嗯 应该能看清吧 还是老样子啊 就是说咱们还是需要先把这个Cafe啊 和Numpi这个东西啊导入进来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里啊 我是啊 有个CafeSightModeCPU啊 就是说 如果你是CPU的环境啊 你需要加上这么一句话 如果是你是GPU的环境 它默认是GPU的环境 那么 那么大家不忘记啊 也可以在这 SightModeGPU也可以啊 就是说 你可以控制一下 你是使用CPU呢 还是使用GPU呢 然后这里啊 有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Develop文件啊 咱们来打开看一下 咱们用这个Develop文件啊 在这里啊 Cafe的 Cafe的Model Model 然后 然后 ReferenceCafeNet啊 就是这个Develop文件 那么其实啊 来说这个Develop文件啊 咱们 呃 Develop文件 唯一跟咱们网络配置文件不同 就是说 它需要让咱们自己指定这个输入啊 咱们那个之前的网络配置文件啊 不需要咱们自己指定输入 哎 把数据原写啊 就好了 咱们在这里啊 一会儿就能看到很多 关于数据预处理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 咱们啊 需要先把这个Model Define 哎 这个文件啊 告诉哎 咱们这个代码 它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 以及你训练好的 这个CafeModel 啊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CafeModel啊 就是一个啊 用于图像分类的网络啊 咱们就不太 咱们就不太细说 这个CafeModel啊 具体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啊 就是咱们训练了一个分类网络 然后呢 咱们得到了一个CafeModel 接下来咱们就是讲 怎么去利用这个CafeModel 然后啊 就是说 咱们要用的时候 一定要有证明行代码啊 就是说我现在圈起来的 我们要CafeNet 就是说CafeNet 我们看这里边啊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网络定义好 网络定义好呢 就是说啊 咱们需要这个DeepLaw文件 以及呢 这个ModelWise文件 这个ModelWise啊 就是说你训练网络 得到的那个CafeModel 哎 你训练网络完 你觉着啊 不是咱们不前不是说 可以迭代多少次 一保存这个CafeModel是吧 那么就是说啊 你要找哎 你就找一些CafeModel出来 你要找一些CafeModel出来测试了 看一看哪个Model的分类效果 更好一些 然后咱们把这个写完之后 咱们还可以做很多 预处写的操作 比如说在这里啊 你看我加上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这两行代码的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要对 咱们在那个训练图像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说 对训练的图片啊 都进行了减均值的操作 是吧 那咱们就是说训练的时候 一旦你是进行了 减均值这个操作 那么你测试的时候啊 也要进行这么一个 减均值的操作 是吧 那么这三行代码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要把这个BGR 也就是说三个通道的均值啊 都给它计算出来 那么咱们用什么计算的 咱们是用人家已经计算好了 就是说 Cafe这底啊 它已经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均值文件 如果说呢 大家不想去计算一下 你这个训练级的一个均值啊 咱们可以直接拿Cafe啊 给咱们提供好的 这个均值文件来用也行 好 为什么说 不拿咱们的均值 拿人的均值来用也行呢 就是说啊Cafe的这个均值啊 是在几千啊 可以说是上千万的图像中中 测出来的 就是说 很具有一个普遍性啊 就是说 一般的图片啊 这个三个通道的均值 平普遍来说啊 都是 都是大概涨这样的值 所以说呢 你拿一个大数量的数据啊 比如说 这个均值 再放到 你的这个测试图像当中来啊 也是适用的啊 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去用Cafe啊 给咱们提供的 这个均值的文件 如果说呢 大家不想用它这个均值文件啊 咱们自己去算一算也可以是吧 无非就是那三个值嘛 那三个值怎么算 刚才 之前有一件课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吧 就是说 Cafe啊 一根给咱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计算方法 然后呢 就是说 更简单的方法走算 你用这个numpi是吧 你用这个numpi 把所有的数据 它这个三个通道值 都算一个累加格 然后再出于这样的个数 是不是也能算出来啊 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难度的 然后呢 咱们算完了这个均值之后啊 咱们下面就要对咱们的输入啊 做一系列的预处理的操作了是吧 因为呢 咱们在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啊 做了一系列预处理 所以说呢 咱们在测试这个网络的时候啊 一张新的图像来的时候啊 咱们也要做相同的预处理操作啊 就是说保证一点啊 咱们测试的 咱们测试的环境 跟你训练的环境要一致的是吧 你训练的时候做哪些预处理 哎 我测试的时候还要做这些预处理 是吧 一旦来说我测试啊 我要不做这些预处理 是不是跟你这个训练的网络啊 对不上了是吧 也就是说这里啊 咱们还需要做一些预处理的操作 预处理操作怎么做呢 卡片给咱们定义了这么一套方案啊 咱们也可以完全按照 卡片啊 给咱们提供好的一种接口来去写 那么下面啊 就是卡片给咱们的一个例子 OK 第二卡片IO里的有一个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这个transformer 然后呢 通过这个变量 然后对数据啊 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操作 是吧 我们看这点 就是说咱们预处理的是哪部分 咱们预处理的是这个blob啊 就是说卡片啊 它只分一个blob 一个块一个块的 然后呢 咱们只是要针对啊 这个data层做预处理 是吧 其他层咱们要保持不变 什么卷积层啊 实话层啊 那些带参数的层啊 咱们都要保持不变 咱们只对这个data层 做预处理的操作 所以说啊 咱们后面 就直接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首先呢 咱们先得到这么一个transformer 然后啊 咱们要对这个transformer 做一系列的操作 首先咱们要做的第一个操作 就是说 还是给大家画一下吧 就是说啊 咱们一般来说 通过 比如说你通过 一般python 有这个通过 C12 或者是通过 imagine这个包啊 它读进来的图像 一般来说啊 都是h乘上w乘上c 是吧 这样的一个顺序 但是呢 卡片它接收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卡片它接收的是 一个batch size 再乘上c 再乘上h 再乘上w是吧 所以说咱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咱们就需要把这个channel啊 就是说通道啊 移到前面来 是吧 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做的 那么这一步啊 就在这呢 就是说 这一步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把我的channel 从第三围 移到了第一围 是吧 我们看这是一个201 也就是说 把2的移到0这个位置了 然后顺序 它们往后移 是吧 就是说 先做了一件这么事 然后呢 这一步啊 这一步就是说 我加载了一个命值 是吧 咱们要做这个 减命的操作了 哎这个命值啊 我们看这个mu 就是咱们刚才啊 通过读那个cafee啊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命值的文件啊 通过它的命值 来做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 咱们啊 就是说 训练网络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说过 可以对这个 可以对啊 咱们的输入数据 做一个压缩是吧 把从0到255的值啊 压缩到一个 从0到1的范围内 是吧 如果说呢 你这个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你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么咱们在测试网络的时候啊 也需要做这么一件事 是吧 咱们需要 哎 对这个数据 就是说 一会咱们数据来了 一张图像来了 咱们也要对 咱们这个输入图像 做同样的事 然后啊 这个啊 这个 Site Channel SWAP 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呃 我再画一下 cafee啊 cafee一般它支持的一个 我们看 这里有个数字 我们看 就是说 咱们一般图像的格式啊 是一个RGB的格式 是吧 但是呢 cafee啊 它需要我们提供一种BGR的格式啊 就是说有点特别是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Channel的顺序 改成一个BGR的顺序 一般来说啊 咱们所有的通道啊 都是RGB啊 按照这样的顺序 但是呢 cafee啊 它要求一个BGR的顺序 所以说啊 这里咱们还需要多写一部啊 也就是说 把这个RGB啊 改成BGR的顺序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说 呃 咱们 我们看啊 这个 咱们DeepLow文件里啊 就是说 这块有四个值 是吧 这四个值呢 都需要咱们自己写的 咱们一开始啊 可以 呃 就是说这个值啊 其实并不是说 是个死值啊 咱们可以通过代码 把这个值重构一下 是吧 根据你的输入啊 你可以重构一下 比如说 这个10啊 代表一个Bitch啊 这个3代表Channel 这个代表H 这个代表W是吧 假设说 咱们现在啊 想一张图像 一张图像测试 那么咱们需要改什么 咱们是不是需要把 咱们的输入啊 就是这个Blob BlobData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咱们是不是需要改一下 因为啊 咱们原始定义的 就是说 一次处理十张图像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咱们一次啊 想处理一张图像了 咱们在这块啊 还需要加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 把咱们这个Data啊 进行一个reserve 是吧 变成个132727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不按Bitch来了 咱们一个Bitch是等于1的 就是说一次啊 是处理一张图像的 然后呢 这个Imagine啊 就是咱们可以 要把这张图像读进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像 Examples Imagine 看一下 Cafee的Examples 然后Imagine 是这个小猫的图片 就是说 一会儿呢 咱们啊 就要对这个小猫 进行一个分类 是吧 咱们希望啊 咱们这个网络 能给出它一个明确的 一个类别 就是说 它到底是哪个类别 然后啊 咱们就先把这张图像 给读进来 读进来图像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之前啊 写好了一系列的 预处理的操作 是吧 咱们把这些 预处理操作啊 都交给了这个 Transformer这个变量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用 Transformer这个变量 诶 进行预处理一下 是吧 诶 我们preprecise一下 把咱们这个输入啊 进行一个预处理 预处理完了呢 咱们得到了一个 Transformer imagine 就是说 现在啊 我现在 呃 画起来这个变量 就是说 咱们预处理之后的 这个图像 然后呢 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图像 已经预处理完了 诶 咱们是不是说 你要跑这个网络啊 你需要把这个图像 传到这个data层 是吧 data层有东西了 咱们才能跑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啊 这里咱们需要 把现在的网络 就是blob 咱们刚才 咱们刚才啊 不是定义了 这么一个 default文件吗 是吧 这个default文件 就是这个net 然后呢 咱们要把这个net里啊 它这个数据层 把它加上东西了 我们看 让它这个数据层 就是说 blob里边的这个data层 data层里边的数据 它的数据啊 就等于咱们这个 Transformer imagine 然后呢 咱们现在等于这个之后啊 咱们现在就是说 咱们的数据层 有东西了 它有一些数据了 它有数据了 咱们就可以来跑 这个网络了 怎么跑啊 其实就是一行 简单的命令 net.forward net.forward 就是说 用我的网络啊 前向传播一次 是吧 一旦来说啊 咱们这个网络 前向传播一次 就是说data层有数据了 第一个卷积层 得到的结果 然后直化层得到结果 然后啊 后面一系列层 每层都能得到 克制结果 是吧 就是说 咱们现在让网络 前向传播跑一次 前向传播跑一次之后啊 就是说 每一个层 都能得到各自的结果 是吧 就第一个卷积层 有第一个卷积层的输出 第二卷积层 有第二卷积层的输出 全连接层 又有全连接层的输出 是吧 那么咱们想一想 既然每一个层 都有每个层的输出 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就是说 我现在的这个输入啊 这个小猫 它是属于什么类别的 咱们来看 在网络的哪一个层 它说你这个东西 属于什么类别的 是在最后这个层 是吧 一个是最后一个层 最后一个层啊 输出一千个类别 然后呢 这个probability 这个层啊 它是输出 它就是说 输出这个 咱们输 咱们这个输入啊 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是吧 咱们想要什么呢 假设说啊 咱们想要它 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那么咱们怎么写呢 我们看好这里 前向传播一次了 咱们是不是得到一个output啊 这个output里啊 包含了咱们这个网络 所有层的一个 所有层 每一个层的一个结果 是吧 假设说 咱们想要得到这个proper 咱们想要得到这个概率值 我们看啊 这个deploy文件里啊 就是说 每个层都有各自的名字 是吧 你想要得到哪个层的结果 那么你在这里啊 就写上哪个层的名字 是吧 这里呢 我希望得到这个proper 这个proper这个层 也就是说 这个输入数据啊 属于每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 是吧 咱们在这里呢 就是说 哎 我希望得到概率值 我在这个output 我就是拿到它的这个参数 是吧 拿到 拿到它这个参数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知道了 哎 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值了 是吧 那么咱们想一想 咱们它 咱们现在已经得到了 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值了 咱们最终是不是说 要判断一下 它到底属于哪个类别 是吧 怎么判断 它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概率值最高 咱们就认为 它属于哪一个类别 是吧 我们这里还有个argmax 就是说 对咱们的所有的概率 求一个最大值 是吧 最大值是哪个 咱们就说 现在的输入 它属于哪一个类别 是吧 咱们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代码 从到尾都说了一遍 其实代码 其实代码没什么太大难度 是吧 只是咱们做了一些预处理的操作 然后呢 只网络前向传播一次 网络前向传播一次之后呢 咱们想得到什么结果 咱们就写上这个结果 是吧 那么比如说 咱们现在比如说 就是假设咱们的迪捧脑文件 咱们现在想做一个关键点的预测 那么最终呢 咱们通过一些全连接层 得到了一系列的量 是吧 那么咱们想得到什么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全连接层 比如说 咱们也可以把FC8 这个层的每一个量拿出来 是吧 如果说你想看一下权重 你还可以把这个卷积层能参数拿出来 是吧 都可以的 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参数 你就要在这个output里边 写上哪个层能参数 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 做你想做的事 咱们现在把代码说完了 咱们就实际的运行一下 哎 我这个虚拟机可能开天了 现在有点卡 可能运行一次啊 时间会比较久 大概 也不是久 也不是很久 很快就出来了 是吧 这里啊 咱们先打印了一下均值 是吧 我们记住啊 就是说现在的均值指的是什么 均值指的是三个通道的均值 是吧 这个BGR 这三个通道的均值 是吧 我们看 这个B通道均值是104 G通道均值116 R通道均值是112 是吧 然后啊 最终我打印出来了 当前这个输入 它属于的类别 是第281个类别啊 至于第281个类别啊 咱们给它映射成字符串 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猫 是吧 然后啊 现在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使用这个卡比猫的啊 完成这样一个图像分类任务啊 其实啊 咱们用这个卡比猫的啊 其实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卡比框架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是吧 咱们现在大家来回想一下 咱们在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咱们只需要写好这么一个配置文件啊 然后写好这个收入文件 咱们就会训练这个网络了 是吧 然后呢 训练网络完了之后啊 咱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卡比猫头 用这个卡比猫头啊 咱们只需要 咱们只需要把网络前向传播一次 咱们是不是就能得到它各个咱们需要的指标了 是吧 然后呢 用各个指标啊 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啊 就可以完成一个啊 你需要的一个任务了 是吧 那么可以说啊 卡比这个框架还是蛮简单的啊 然后啊 再多说两句 就是说 一般来说啊 如果说大家出去工作啊 或者是做实验啊 我觉得还是用卡比这个框架会比较多一些的 虽然说现在 谷歌有TensorFlow 然后微软百度啊 都有各自的框架 但是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啊 一般来说 大部分公司还是使用这个卡比框架比较多一些的 然后呢 最近啊 就是啊 卡比这个作者 卡比框架这个作者 正在研究一款叫做卡比图构 我给大家写一下吧 咱们多唠两句 这个卡比图构啊 也估计啊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源出来 我估计啊 可能是在 现在是16年啊 可能在17年的时候 卡比图构这个东西啊 就会开源出来 这个卡比图构主要针对手卖座的 它主要是针对手机短 是吧 咱们现在啊 所说的这个深度学习啊 所说的这个框架啊 还有咱们得到这个model啊 都是基于这个服务器短的是吧 大部分的咱们的应用啊 都是基于一个云端的操作 那么一旦说啊 咱们可以把这些框架 把这些模型啊 削减的非常好 使它能够移植到咱们这个手机短 那咱们的应用市场 我觉得会非常大的啊 我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持续的去关注一下 这个卡比图构啊 如果说这个东西啊 真的比较成功的话 那么咱们啊 就是说卡比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那么关于卡比的一系列操作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也是随时欢迎大家来找我啊 这是我的费用号 4742-41623 然后呢 大家无论是有什么问题啊 意见啊 或者说是关于课程啊 或者说是哪个知识点 没明白 以及需要一些模型啊 代码啊 都可以来找我啊 随时欢迎大家与我一起来 进行讨论和研究 那么这个卡比的课啊 就给大家上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